大家好 欢迎回到来 《芒向编辑部的香港早晨》节目时段 今天就是2022年的3月24日星期四 早上时间 早晨早晨 今节有我许刘先生 请大家赞我们这段影片 留学研 最重要是订阅《芒向编辑部》的YouTube频道 《正向报》《沙冷气》三个YouTube频道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点赞 在第五波疫情来说 因为数字不断地攀升 从而令到政府一定要实行很多的防疫抗疫的措施 要收紧一些社交距离也好 或者一些不同的处所 叫来一些限制 甚至乎停业也好 缩短他们的营业时间 各式各样都有 从而老板生意不好的话 打工仔难免就会出现失业 开工不足 甚至乎要放无薪假 很多不同的情况 其实都明白的 从而社会就会产生很大的怨气 有怨气 都要有一个发泄的对象 这些措施 实施的人 要执行的人 就是特区政府 我们都明白的 在市民的心目中就会觉得 就是你 林郑月娥 搞到我失业 搞到我没工作 搞到我现在这么惨 不收紧行不行啊 放宽回 快点行不行啊 疫情其实就不认人的 哪一个都会有可能感染 而且人命是最宝贵的 所以在有限的资源下 能够去有效减低这个 确诊数字的 首先就是要实行这些的措施 因此这么多打工仔 在这一段时间 有可能是失业 因此 政府就推出了 临时失业支援计划 在昨天就开始正式接受申请 为期就三个礼拜 大家如果有需要 有快就趁手 根据政府发言人说 昨天是第一天的申请 反应都非常热烈 网上系统的申请 在昨天的8点钟正式启用 经常来说 运作都叫做暢顺的 截止到昨天的下午6点 一共就收到 65,800份的申请 合资界人士就将会可以发放 一筆过一万元 以解他们的延微资金 存职或者兼职的雇员 和自雇人士 都是可以申请这个计划的 再加上 未来4月都说 很多的市民都将会收到 第一笔的5,000元电子消费券 如果真的两者加起来 希望可以等多些的市民 能够到过难关就更加好 有些人可能觉得15,000元很少 但对于真的失业了一段时间 或者开工不足一段时间 大人不吃 可能小孩子也要吃 就算了 当你可以辣紧库头 吃少一点 你都要住 是不是 不是人人都能够 叫做 住到 公屋 因此要靠租的 都要 所以 为什么之前有很多市民都说 为什么不快去做全民强檢 做了全民强檢 一铺过7天里面 搞定了 那就可以叫做 开回复偿 很多人没有想的就是 就算 叫全民强檢禁足完之后 都要稍等一个小小的时间 看一下 会不会再有 一些确诊者涌现 才可以的 也不能够一下子放宽 所以 未来 4月21日开始 是会分三个阶段 去逐步放宽 因为好像现在 公布出来的 确诊数字 好像沉默那样 虽然是12000宗左右 但是 我们留意一下 疫情记者会里面 似乎 这么多位来说 那个样子 都好像不太放心 因为都说到 那个数字 未必是反映到实际的 那有 究竟多少人 静鸡鸡吃鸡批 不愿意去情报呢 这方面 唯有要靠那个 污水检测那里 看看那个病毒量究竟是怎样了 因为较早前 特首都说 有报告显示 那个指数是上升了的 但是呢 咦 那个确诊数字 又在下降着 那是不是真的 有很多人不出声呢 我想起都害怕 如果真的未打齊三针的话 为求自保 还有 要将香港的接种率 提升到 当然是越高越好 这样呢 才叫有望呢 可以叫做快点复尝 虽然有些人说 我现在呢 可以去澳洲也可以 来着 去纽西兰也可以 BNO组加呢 就更加已经可以了 还说 看下人家已经没有限制了 哪里像香港那样啊 我还见到一些BNO女士 在大资议里说 哇 香港还干什么干什么啊 你看这里 多爽 之所以一定要看一样 就叫接种率 如果呢 好像我们那样 社长啊 台阳啊 我啊 家产生啊 真是希望呢 能够回来香港呢 处理一些工作上的事情呢 唯有呢 都真是要等 各位打疫苗的接种率呢 提升到某一个水平呢 才有这样的机会 即是很容易的回来啦 不需要说要七天啦 那题外说 见到这个 很聪明做瑜伽的咖啡呢 都和她的儿子啊 和她的老公 好像说去了澳洲那里 就说要放下假呢 休息一段时间啦 那可能呢 真是见到香港的气氛呢 比较上是真是低气压了 虽然天气不好啊 下雨 起码暂时呢 都不会又见到那些市民 在那里周围说要去抢食物啊 不停地去药房买药啊 那个说实话又搞笑啊 那些人呢 好像都 不会在这些的教训之中呢 领悟到 喂 不要听那么多 什么网络上的那些谣传啊 那些谣言啊 其实特区政府呢 被人骂到 趴在那里 或者铲了上天花板的了 大家认为他 够不够僵呢 就是这么急呢 就是做一些的决定呢 而又不通知大家 或者他自己呢 都叫做不做好 这个叫做准备的呢 我们想一想啊 当时候第一次搞 遗风抢劍呢 就是突发的那样 第一次是酒楼风声 那有些人拖劫 然后特首都 有些人拖劫 说哪个放风啊 那些什么呢 那后来呢 又再去 这些的遗风抢劍的时候呢 安排什么罐头啊 即食面啊 什么粟米粒啊 那些呢 又在那里呱呱吵 哇 原来那些人呢 对于饮食方面呢 真是呢 美美天王来的 那到后来呢 好像日葵楼 影葵楼 葵涌川事件 那些人呢 原来也是这样的 喂 一步一步 越来越过分的 扔垃圾啊 接着有什么饭口不够热啊 为什么没有油菜啊 没有泥汤啊 喂 这么麻烦啊 那后来又有鲍鱼了 那当然啦 鲍鱼是安忌那方面就送的 那再者啦 竹高湾那里呢 之前就有 喂完糖啦 不是送养阴丸啦 那是送些什么 什么心鸡汤啊 或者送那些什么 什么琵琶糕啊 或者什么 什么糖那些啊 很多不同的东西啦 那间接来说都是个宣传啦 那如果呢 再铺铺的这样送呢 就没有了那个叫宣传效果的啦 那又可以拆开一点点 也要讲一下这些题外话啊 那为什么呢 跟着又不再送呢 其实久不久呢 送下一些新的东西呢 都可以 引起大家的共鸣啊 或者关注啊 或者是个传媒的热度啊 那当你看到呢 一个竹高湾 那么多的叫做负面新闻啊 又有那些什么瘋狂 我是傻的啊 你不是帮我 然后又打那些 竹高湾的工作人员啊 然后有刁民拖枕头啊 又不知躺在地上 又说抗争啊 又说这样东西 又说什么十个人要 逃离足高湾啊 然后又说要 当了那些职员好像仇人那样啊 那太多这些负面新闻呢 你再送一些东西去给这帮负面的人呢 那整件事呢 就很难呢 被人觉得很正能量 或者叫做很正面的宣传 那所以呢 其他的商业机构呢 都会对这些送证呢 就会有少少却步的了 那记住啦 这个是共业来的 你这样搞呢 就没得送的了 那好了 那说回不如 饮食业界先啦 那吵了很久了 因为始终呢 为什么这么受影响呢 就是要拿下口罩来吃东西嘛 那特首呢 昨天在立法会答案大会里面 那他回应提问的时候就说 希望在4月21号的时候呢 就一併放宽部分的处所 包括呢 食肆在指定条件下呢 不需要再分ABC类了 那到时呢 市民进入餐厅的时候 就需要用这个疫苗通行证啦 不打足针呢 就进不了 所以呢 食肆方面呢 就不用再分类 那看到大家已经很努力去打了 那要打就趁快啦 等到呢 疫苗通行证 到时呢 你进去的时候 咦 为什么不行呢 因为你不够针呢 那其实在这个时候呢 食肆方面呢 例如好像 饮食业界很多东西说的 黄结龙啊 应该呢 要快点呼吁大家呢 去打齐针 那到时呢 就可以 来吃饭啦 那就最开心啦 是不是呢 或者给他们一条选择 打齐三针 可以呢 叫做早 订位 那早订位 有什么好处呢 那当然早给个折扣他们啦 不是就 或者吃完了送个雪糕啊 很多不同的东西的 这样呢 来到 有使大家呢 知道 疫苗通行证 到时呢 真的要有呢 才能够进来吃饭的 没有了A B C 类呢 其实呢 真是那个范围呢 就叫做阔很多 易做很多的 那再者食肆方面呢 也都没有说 那么提心吊胆啦 好很多啦 不是说 真是叫做 完全可以叫做 防御到的 记住啊 打多针呢 不是无敌啊 那当然啦 也都有问到呢 和内地通关的路线图的 那特首都说啦 通关呢 一定要有条件的 在疫情稳定之后呢 就会按照上年12月 内地评估之后的条件 再进行 那个对接啦 究竟是 决定的时间是怎样呢 暂时呢 就没有时间表 因为呢 就不知道疫情呢 有几快受控 甚至乎呢 叫做清零的 那当然清零的意思是 动态清零啦 那大家听到12月的话呢 我意思是指上年的12月啦 大家还记得 上一年 可以 和内地谈 什么小通关 什么大通关的时候呢 即使拿回当时后 香港的疫情 确诊数字也好 或者不同方面的数字也好 做一个基准啦 那当然啦 时移世翼啦 上年的12月 去到今时今日呢 有一个 相当之不错的进展 就是叫接种疫苗的数字啦 那其实呢 我想呢 我想呢 来着呢 那个叫通关的速度呢 即是大家能够叫做 谈得成啊 那个条件呢 很明显的 香港已经有一个 优势在这里 因为到时呢 看大家的疫苗通行证呢 就知道呢 那个接种率呢 有几高 你说去饮食啊 去玩啊 都是个诱因来的哦 令到大家会愿意去 接种这个疫苗啦 不过真的很奇怪哦 我见到一些死硬派呢 真的呢 还是不去接种疫苗的哦 即是呢 我都不太明白 他怎样生活的啊 那他还说 有一个呢 说得很好笑的 说自己呢 没有几天前 我已经完成了 一个天然的接种啦 那大家都猜到什么事啦 即是呢 他中了这个Omicron 然后呢 他就 用自己啦 一些不同的方法呢 可能喝什么 什么柠檬 什么姜水 不知什么喝什么 哎 然后有什么 车身汗啊 又说什么 谈什么鼓增 用那些音频 增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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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 增增增增增增 增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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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又说什么 那个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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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说 进入一个什么状态之后呢 终于好 那些 那些 又说 什么上天恩赐他啊 等他有一个这样的机会呢 重生啊 那我现在呢 就有一个天然的抗体 那真的很劲啊 那些 那这个呢 是你的事 那如果大家呢 你自己呢 不接种疫苗呢 去不到某些地方呢 那这个就不要吵了 那当然啦 你要记住啦 你自己呢 能够 回归大自然的怀抱 跟著 天地人 三合一 跟著就三脈七轮 又有些什么 靈魂飞天遁地 跟著令你没事的那些呢 不是人人都行的 记住啊 有些呢 可能真的 云归天了 那些很惨的 我不知道 就是 大家呢 科学少少 麻烦 就不要相信太多 那对于叫做全民强檢那方面 昨天呢 特首在他的记者会上面 即是早上11点那只 重新呢 是没有放弃这个计划的 只要掌握好时机的话 政府的目标呢 就是一定会做 而暂缓这个决定呢 是不会影响政府呢 继续兴建隔离设施的 要预防呢 疫情再一次爆发的 那他都有特别呢 感谢国家 卫健委 疫情应对处置工作 领导小组的专家组组长 梁曼年就说了 帮香港啊 讲清讲楚 不是无线电视的节目啊 暂缓全民强健 并非躺平 那好 其实呢 我们听得出呢 特首呢 不是那么喜欢呢 每次都 打中央这两个字出来的 但是这次呢 无可奈何了 要引用呢 很多中央呢 讲过的说话啦 例如引用一些 梁曼年讲过的东西 都说 不可以什么 踩着西瓜皮去试嘛 即是踏死你都未得天光啦 踩西瓜皮 即是射住射住 这样去 不方不射啦 如果真的呢 特区政府达到摊摊腰的话呢 那其实有些人想想呢 受害的是谁呢 其实不是他自己啊 他最多都被人骂两句 最惨的是香港市民 所以有些事情呢 是要想得很仔细呢 才可以去做 因为那个代价呢 是全香港去承受 那当然啦 有些人呢 不理那么多后果的啦 那些什么 跨家庭聚会啊 拜年群组啊 为什么会 几何级的上升 这样去爆发呢 其实呢 很大的原因呢 就是这些呢 那么不守规矩的人 有时呢 那些人呢 要埋怨呢 为什么我那个什么餐厅 要关门啊 或者可能我的公司要倒闭啊 为什么没有生意啊 啊 为什么会那么仇啊 就是因为呢 有些不守规矩的人呢 所以那个放宽呢 要等那么久呢 就是这个意思了 情报呢 又不乖乖的 是不是呢 怎么行啊 没有可能的事来的 因此呢 说到明了 两万年 这么有份量 这么有地位的人 都说了 香港呢 不是什么躺平啊 与病毒共存的 如果呢 这些这样的Kiroro 立法会议员 政棍 还要继续屈 特区政府呢 你好像在这里 与病毒共存咯 我不理解咯 那你 看一看呢 或者听一听 两万年说什么先 就是你们开口埋口 都中央中央中央的 那么就说到 不是躺平 其实这个是更加精准 更加科学为本 要掌握好个时机 然后呢 就会用 政府呢 认为对的措施呢 在最有效的地方 就是这样解了 那么所以呢 似乎呢 就真的说要在疫情的尾声呢 做完这个 全民抢检的话呢 我想呢 通关呢 就差不多会公布 那个时间呢 小通关是什么时候的了 那么大家要耐心等一等 即使一个重点呢 就放在这个叫资料 和检测上面的 那那么说一说 另外一些的话题呢 那有关这个叫做 居安抗疫热线中心呢 那有些 方岛元宇宙啊 又说人家什么 土法练缸 又说什么 前线欠缺支援 乘出气袋 因为长期打不通 打电话打得通 那你会怎样呢 不是不是问题 第一时间先骂人 哇 搞错 为什么打这么久 打不通 那你现在打来问人 还是打来骂人 我给你打得通 那你就快点 尽快问你的问题 问完就下一个呢 如果每一个都打来 你呢 当人家出气袋 吐爆人 跟着再说呢 我觉得是相当之过分 那有些人呢 为什么说人家土法练缸呢 就说他们 部分的中心呢 不单止没有电脑 要用手写 更加难搞是没有答题的指引 说热线的人员呢 要自行上网尋找答案 那说市民的问题千奇百怪 并非他所能够解答的 只能够呢 转介到社署和不同的部门 那结果呢 每个电话呢 大部分时间都在转搏 那还被市民骂 你没鬼用的 我问你 什么都不知道 转搏转搏转搏 搏你的头 那些人可能说 我两个礼品都收不到物资啊 有些人说我家没东西吃啊 有些人说饿死啊 有些人说我家里有鬼啊 什么都有啊 那这个方岛元宇宙 那这样说的话 那当然是没有指引啊 大佬 那些人呢 问的东西呢 都超乎常理的 什么都有的 又说什么粮石 又说什么 儿子哭 又说这个发烧 然后什么时候可以上学 哪个答得到呢 当然是上网查啦 是不是 那些真的 没有电脑给他 安排到的都没办法的 是不是 那不是转搏 那不是怎么办呢 那再者 如果问到这样的话 我想真的要Google大臣 才能够解答到这些人的问题 那其实呢 近日来说呢 已经将一百条线 就增加到二百八十条线的了 热线中心呢 由两个加到三个 都会再增加的了 不过打来的那些人呢 情感宣洩居多 是不是 或者那些要求很无理 还有些人打不合的电话 那我就给一个对的电话 你打了 那你打来问我 例如那个 失业的 一万元在哪里 又可能问 哎呀 那我现在不能出去 那我会不会申请辞了 那我就回答了你了 三个礼拜了 有 那可能有些热线中心那些人不知道的 那要上网查一查 那些人呢 要自行用手机上网找答案 其实挺惨的 那希望呢 市民不满呢 就不要在那找人做发泄对象 那在接热线那些人呢 就第一批的热线支援工作人员就说 部分打电话来的市民呢 有些是并非这个居家的检疫者的哦 竟然呢 竹高弯打到来问 竹高弯主的人打来问 如何拿快速测试包 你竹高弯的 你问那边的人 为什么打来问我呢 那所以为什么呢 二百多个热线呢 都不够接呢 就是这样的原因 那些人就说都挺辛苦的 帮到人家开心啦 帮不到的也会被他们骂 当初这个热线的工作呢 是自愿性质的 那后来呢 太多人都不想做啦 那我又要强制啦 所以呢 你又有什么公务员打机 又有什么偷懒 不做事 那不是的 其实呢 如果真的没有人做的话 都要来到安排那些人进来的啦 那先报一报数字 那昨天的单日去打疫苗的人呢 有五万八千人去打针 那当中呢 有五千七百二十人呢 就打第一针 那希望啦 真是未打第一针的人呢 就快一点点啦 那已经超过二百五十八万人呢 是打齐三针 那其实听到的数字呢 好像很大 但按回香港的比例来说呢 就真的 还有些叫做落后啊 那跟此啦 对于真是叫做 去帮手宣传 叫人去打针的人呢 我们都要给他一个赞去啦 那一件还一件啦 民建联的林林 还有刘国勋呢 昨天就去了向教地区 就帮一帮新田的居民呢 就搞这个叫接种 那当然不是去帮人打针啦 搞一个类似一些义工团的那些 走去他们新田的那些学校啊 接着学校就借个地方来呢 就帮大家呢 就接种这个科兴疫苗 那这些做得挺好啦 是不是 那后再说一件 这些案件的东西都挺搞笑的 跟那些又是打电话有关 上年8月至12月 有个癫佬呢 竟然浪费警力 整天就打他虚报 635次啊 神经的这人都挺有空的 哈哈哈 他基本上是日日打 那他自己都应了罪了 浪费警力呢 就判囚16个礼拜 再要赔10万 哇 都挺贵的 他打这个电话 哈哈哈 那他整天都说呢 打电话去说 深水埗啊 还是长沙环 那些区内呢 有不同的地点 有人打斗 有人受伤啊 接着警方在调查 咦没有的 每次都玩东西都不关事 警方因为真的会去的 那为什么是 这么贵呢 要成10万呢 不知道是不是逐样逐样计呢 真的啊 因为呢 根据刑事诉讼程序条例来说 虚报而导致浪费警力 是一种严重罪行 一经定罪 最高可以被罚款 2000元和监禁六个月的 那他这么多次嘛 那便成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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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当然不是每次都浪费警力 可能有时候接到 不知道是真还是假 可能没有去 就算一算一算 就算一算一算 会不会打这个折头给他呢 这个不得而知了 那希望这些瘋子呢 就不要搞搞震 易景效忧 那好吧 今天就要香港导臣事段呢 暂时来到这里先 多谢大家 拜拜